作曲 李铃輝 影Sir指揮國三隊美國著名大外區合唱團 當我們想到合唱團這個題材的時候 當然好少有一個指揮 然後跟著我們去擴 alm 其實指揮也是一個老師 我叫他炎子狼 大家可以叫他炎Sir 我在這個戲裡面 我姓炎 大家叫我炎Sir 我是一個合唱員的音樂指揮 本身我自己對書爺 對生命的看法 我是一個比較執著 古怪的人 炎Sir 炎子狼 就是一個外表 很沒有東西 很完美 但原來內心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黑暗 即是他第一天的戲 全日 除了他的自白之外 原來是沒有對白的 但那場戲就是他能夠把黑暗 爆發出來的 走開呀! 走開呀! 即是我看到不一樣的劉德華 現在開始特訓 第一天的特訓 就清潔這一關 開始! 然後突然就 然後突然就 好 嚇死我 心裡都不看過 原本不怕 但都知道 咦!炎Sir 我真的 開場 我自己覺得 看上去 是很現在的大人心態 對身邊的東西 不是很滿意 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但當自己失敗的時候 不會處理 準備好嗎? 準備好 炎Sir這個角色 他會有一個自己的轉變 由他高一點 慢慢開始 他們生命的歷程 的轉變 不要生氣呀! 叔叔 熱血合唱團裡面 這班年輕人是邏底橙 但到最後 原來這班邏底橙 他都重新振奮起 就是炎Sir的生命 小時候完全沒有接觸過鋼琴 中間有一段時間 都有學過樂理 應該是我第一次做音樂老師 也是一個指揮 就會比較特別 指揮上高 跟香港兒童合唱團的指揮家 一起研究一下 現場他們都有很多指導 每個鏡頭都在看 究竟這個行不行 那個行不行 那個行不行 那個樣子和手盆不配合 其實有很多細微的東西 要小心 1 2 3 4 1 3 4 另一場是在機場 他自己一邊在機場指揮 我看見劉先生 當他指揮的時候 他完全是投入了下去 他自己很感動 我相信他都沒有預計自己會哭得這麼厲害 但是他自己 我想他投入了下去的時候 也都是感動了我們在現場 每個人 在鏡頭背後 只是看那時候 只看劉先生做的時候 已經很感動 這首歌曲 無音樂 更有獻 苦 может 盡